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今天的大盘我们看一下 开个小高震荡 从9点 10点 11点 12点 到了1点收盘前怎样 回跌 下跌 收盘跌了38点 今年成交量是1200多亿 所以今天开个小高震荡了一整天 到了尾盘回跌 下跌 但虽然回跌 台股从10180 对不对 10500 11500震荡整理再攻 所以到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听清楚 台股整个长多的结构是没有改变的 听清楚长多的结构目前完全没有改变 最多就是拉回震荡 拉回震荡整理 过完年之后2020这个盘还是一样 还要攻 长多结构没有改变 所以这里你千万不要随便乱放工 后面还有高点 明年第一季绝对还有行情 绝对还有行情 但是问题关键 倒不是在指数要涨到哪儿 而是你绝对要买对股票 你一定要买到2020的主流 一定要锁定到2020的主流 从11月份我们一再跟大家报告 2020的主流商机是什么 多镜头光学 对不对 被动元件 郁金光 哑光 郁金光 哑光 你看郁金光从400今天560 齐立星从90今天130 华星客从172今天已经多少 330了 这都涨不停的 再来送你的5G记忆体 对不对 群联从280今天也来到340 就关键你一定要买对主流 好 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一谈 最近很多投资人来找我 就散户股票的操作 三大错误 这三大错误 你到底犯了几个错误 第一个怎么样 资讯落后 资讯落后 涨了一段了才想追 涨了一段了才想追 对不对 你看看我们郁金光 什么时候带投资人买的 400请你重压 对不对 400 11月400就告诉你赶快重压 一路告诉你没完没了 你看今天 今天560 你看赚多少 所以投资朋友 你资讯落后 对不对 涨了一大段才想追 第二要不然就是什么 套牢死报不放 套牢死报不放 等有赚才要卖 所以你资金往往卡住 卡住 你错过真正的标股吗 对不对 十一月份对不对 有的投资人来找我 手上是什么 穩帽 穩帽 十一月份 郁金光在300 今天500多 但十一月份 对不对 我一直在讲 郁金光 穩帽筹码 怎么样 筹码转空 所以你看 从十一月份 穩帽 从三百四 今天还在两百九 十一月份 三百多块的穩帽 今天两百多块 但十一月份 听我们的话 把资金去重压 三百多块的郁金光 今天五百多块了 我跟你讲 一不小心就要六字头了 我跟你讲 所以你看 这个套牢死报不放 这绝对不是正确的操作 你资金要锁定到 真正的标股 对不对 第三个就怎样 只买一两张试试看 你没有把握 不懂得重压 不像我们十一月份 送你黄金五鼠 送你郁金光 送你麒麟心 对不对 送你群联 要重压 所以当主流的 喷出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懂得重压 所以往往投资人 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三大错误 你犯了几个 第一 资讯落后 涨了一大段了 才醒过来 对不对 要追不追也搞不清楚 第二 套牢死报不放 不肯卖 对不对 那你错过真正的标股 第三 只敢小买一两张 试试看 对不对 那像郁金光四百 你试试看 现在已经五百六了 接下来很快 很快 对不对 这六字头来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大户AI超盘法 由大户筹码领先掌握标的 买卖多空标的 加上百分之五的 五%的风险控管 再加上什么 九成资金充分运用重压 这样你才能掌握 才能掌握大获利 好不好 好 其实我们一再强调 股票市场赚钱只有一条路 锁定标股 没有第二个方法 但是标股不是这么容易 标股你必须从基本面 筹码面去锁定 那基本面锁定 未来主流 主流 主流 具有爆发商机码 对不对 筹码面由大户AI城市定多空 由AI城市定多空 你都不要拆 对不对 筹码面搭配基本面 锁定标股 掌握倍数行情 那AI城市就是有明确的方向 预判趋势 预判趋势 是不是 好 这一路来送你的什么 从11月份送你什么 多镜头光学 这绝对是明年 最具爆发的商机 光学镜头也讲了 五级的换机潮 对不对 多镜头的趋势 甚至美希外资也发报告 随着五级换机潮多镜头的运用 那未来一到两年 功不应求 镜头升级局势不变 甚至最可怕的 外资已经把裕军光 列为全亚洲 苹果供应链的什么 首选 这已经跟你谈了快一个月了 对不对 所以从400块的裕军光 已经一再一再给你报告 第三级获利 创新高 这还不稀奇 获利为什么能够 暴增370%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正式的拿到苹果 后置镜头 后置镜头是不得了 高画素 高获利 所以以前后置镜头都是 大力光的天下 对不对 所以大力光赚帽喜 赚翻了 所以大力光股价一年1PS 都是200 每一季都赚50块 股价冲到5000 那过去欲君光没有拿到后置镜头 所以没有办法藏到这一块高获利 那第三季已经不一样了嘛 苹果已经正式认证 而且明年2020 五级手机的后置镜头 已经正式的下订单给欲君光了 所以造成他第三季获利 暴增三点几倍 第三季EPS就冲到13块 所以未来 对不对 每一年EPS那绝对 单季就十几块 你告诉我一年赚多少 不是五六十块 六七十块吗 是不是 而且五级手机还没出来 所以告诉你明年 欲君光的获利会随涨传高 会随着苹果五级 而且市场也传出 明年苹果五级的手机 要上看一亿只以上 大卖嘛 这大卖嘛 所以我跟你讲 欲君光只有三个字 大行情 大行情啊 上礼拜攻到五四九 我一再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五百就涨完了 因为这个产业趋势爆发 产业爆发趋势 没完没了嘛 对不对 光学镜头爆发的趋势 是向上没有改变嘛 所以上礼拜来到五百四十几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涨完了嘛 真的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五字头 欲君光就结束了 所以我一直要跟全国投资人讲 一张都不准卖 一张都不准卖 上礼拜已经十张一百四十万了嘛 今天你自己告诉我 欲君光这是什么 是不是再创新高 十张一百六了 我还是告诉你 高点还没出现 我还是苦口婆心 所以大家自己亲眼见证 从四百一路跟你讲 对不对 一张都不准卖 上礼拜稍微整理一下 我告诉你还有高点吗 今天欲君光 是不是再攻 再大涨 再大涨嘛 还没完呢 我跟你讲 所以什么叫爆发商机 什么叫锁定主流爆发商机 对不对 谁这一路全中华民国 谁从四百块请你重压欲君光 谁从四百块请你重压欲君光 你很清楚好不好 所以想操作欲君光了 赶快来找我 会长到哪 你赶快来找我 欲君光还没长完 再来错过欲君光 告诉你什么 同样多镜头的哑光嘛 哑光嘛 对不对 哑光也是受贿 华为潜望式手机出货量 而且是华为光折射器 甚至临近镜子 甚至明年华为P40 对不对 Pro 这高规高规手机的 主要的领主关键 再来华为本身 又是Tesla独家供应商嘛 Tesla镜头独家供应商 又打入了双逼 所以我跟你讲 华 哑光已经 对不对 所有的好事都在他身上 他股价怎能不动呢 怎能不涨呢 所有产业 未来好的商机 电动车 他锁定到Tesla 独家供应商 手机锁定到华为 对不对 明年高规手机旗舰版 十倍光学 潜望式镜头 所以手机镜头 他也拿到最大的 这个电动车也拿到最好的 Tesla 甚至还打入双逼 所以从八字头一再告诉你 这要大涨了啦 挡不住了嘛 一口气109 好不好 109 哑光会长到哪 想操作仰光的 你赶快来找我 真的 你赶快来找我 赶快来找我 再来是不是一路一路 从11月份告诉你 被动元件 要涨价啦 产能满载 要涨价啦 从11月份一再一再 跟你报告 奇迹在线 奇迪星 跟你讲 对不对 所谓的液体成型电感 南瓜的所有飞瓶阵营 还打入了大陆 华为供应链 甚至二哥小米供应链 是不是 所以奇迪星一再告诉你 那被动元件 股价已经修正了一年 所以从11月份 是不是一再告诉你 奇迪星要大涨了嘛 从去年200修正了一年嘛 但到了11月份 是不是告诉你 11月份再90块 告诉你要大涨了耶 这要大涨了耶 你相信吗 从90多块 谁一路跟你讲 被动元件要大涨 你看今天 130啊 投资朋友 这又让你赚多少 这又让你赚多少 从90多块奇迪星 权力重压 权力重压 一张都不准卖 一张都不准卖 132 这四成耶 这100万就赚40万耶 而且更可怕 还没完没了 我可以告诉你 被动元件要涨到哪 对不对 想操作被动元件 你要找谁 谁从90叫你 谁从90领先市场 叫你买奇迪星 一路重压 一路重压 全国投资 90100这里 一路大买 到今天一样 一张都不准卖 还没涨完 再来被动元件 龙头 滑星科 一样嘛 来倒播 你看AI城市 大户AI城市 对不对 大户AI城市 171块翻多 都很清楚嘛 又是左流商机 被动元件 又是AI城市 170翻多 今天多少 上礼拜219 我告诉你还没完嘛 还有高点嘛 没骗你吧 今天呢 华星哥 有没有高点 233了嘛 所以这次一路警告你 被动元件 你不要去放空 郁军光你千万不要放空 亚光你千万不要放空 被动元件 你千万不要放空 你会被嘎得很惨 对不对 我已经一再警告你了 华星哥涨60块了 涨60块了 AI城市从172翻多 今天再创新冠 再来跟你讲低价的 有没有 大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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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 AI城市 41块翻多 41块翻多 对不对 锁定主流 AI城市翻多 41块翻多 今天呢 上礼拜五十 涨完了没有 涨完了没有 今天大阴呢 再大涨 你看 又是大涨了 又涨了三成多了 54了 这都涨不停 所以你只要锁定主流 对不对 锁定主流 AI城市 这一路送你的 多镜头光学 对不对 郁军光 雅光涨到你 涨到哪里 送你的被动元件 对不对 涨价 一再警告你 一再交代你 齐立心 华星哥要涨到你 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要自己拆 好不好 跟上我们脚步 好不好 大亿一样 低价的被动元件 一样大涨 一样大涨 再来跟你报告 明年5G会带动什么 记忆体的需求对不对 记忆体里面跟你讲群联 它是记忆体的控制晶片 Netflash 社会主机升级 5G基础建设 最重要的固态硬碟SSD 那也跟你讲了 所有固态硬碟主流容量 从今年256 256对不对 256GB 全部升级到512G 你看256G升级到512 整整又是一倍了 所以法人外资 也全面看好群联 我们是不是领先市场 群联多少 AI城市的 是不是289 领先市场 AI城市翻多 很重要 都很清楚 对不对 绝对不会说 长了一大段了 你的老师都长了一大段了才带你追 我们都是带你买在起账点 懂不懂 买在起账点 AI城市都带你锁定起账点 289群联 上礼拜 348 10张又快要60万 都长不停 都长不停创新宫 好不好 创新宫 那接下来明年除了多镜头 被动元件 记忆体 我们再来看好的 明年具有爆发商机题材的两大主流 一个就是所谓的CIS 大缺货 听清楚大缺货 所以12月为什么被动元件会大涨 很简单 已经开始怎么样 已经开始怎样 开始酝酿涨价 已经开始准备要缺货 懂不懂 酝酿缺货还没有缺货 股价就已经飙翻天了 对不对 还没缺货 就是出货期开始紧俏 库存紧俏 齐立新质从90喷到130 华兴科就从170喷到230 那CIS已经怎样 CIS影像感测器 已经大缺货了 已经大缺货了 那你说这个族群要怎么涨 这个族群要怎么涨 已经大缺货了 那你还不好把握吗 所以CIS里面 从大缺货的主流商机 我们又锁定了一档 很明年第一季 具有爆发性的标股 好不好 那除了CIS大缺货之外 再来就是5G 今年送给大家的四星 能够涨 能够涨三倍 5G AI晶片 那同样的在中国大陆 去美化的这个 去美化的一个政策之下 那同样的 台股所谓的CPU的处理器 那这个商机 明年也绝对有大爆发的一个商机 有大爆发的行情酝酿 好不好 所以你今年 11月份以来 错过多镜头光学 被动元件 5G记忆体 我们跟大家报告的 CIS感测商机 已经大缺货了 还有明年5G CPU处理器 爆发的商机 从这里面 怎么样去锁定标股 好不好 那明年2020 第一季期 进入爆发主流商机的 两档全新的标股 两档全新的标股 好不好 目前才刚刚发动 才刚刚发动 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拥有 不啰嗦 好不好 想知道的 赶快拨电话进来 想知道的 赶快拨电话进来 华线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 239 239 88 02239 239 88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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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02239 239 88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 239 88 02239 239 88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人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号制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 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赚钱要有专业的方法 要有模式 那我们一再强调 只有锁定标股 才能创造倍数的行情 那基本面锁定具有爆发爆发爆发 主流爆发的商机 筹码面 那由AI城市 AI城市定多空 好不好 那散户一般买股票 最容易犯了三大毛病 三大错误 第一 资讯落后 涨了一大段了 才考虑要不要追 套牢死报不放 一定要赚钱才卖 结果资金卡住 错过其他的标股 第三 纵然 看到张老师跟你 推荐郁金光 齐力金 但是你也不相信 只敢买一两张 对不对 涨上来挖买太少了 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AI超盘法 由大物AI城市 领先掌握买卖点 搭配5%的风险控管 加上9成资金的充分运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我们11月份 送给大家的 多镜头光学 预星光 哑光 被动元件 齐力心 华星科 记忆体 群联 看看是不是挡挡 长不完 AI城市 明确的方向 明确局势 送你的郁金光 从四百 四百 四百 重压 一路警告你 一路交代你 一张都不准卖 上礼拜五四九 今天呢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郁金光到底要喷到哪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不要预设立场 没完没了 好不好 听我的话 丑小鸭变凤凰 丑小鸭准备变千金了 我告诉你 千金了 没完没了 再创新高 错过郁金光 雅光告诉你 一样准备大涨 接到华为订单 对不对 本身又是特斯拉订单 从八字头 怎能不涨呢 109 109啦 要涨到哪 要涨到哪 被动员到哪 齐立新一再告诉你 奇迹在线 奇迹在线 从九字头 132啦 还是没完 我告诉你 华新科 从172 172 上礼拜 219 涨完了没有 今天233 再创新高 没完没了 大一 从四字头 四字头 上礼拜五十 今天呢 五十四 再创新高 被动员到涨到哪 欢迎拨电话进来 再来送你五G记忆体群联 有没有 明年需求倍数成长 从256升到512 有没有 从289 289 告诉你 营收大增 创历史新高 Next Flash 准备涨价了 你看看上礼拜 三十八 十张又是六十万 又是六十万 好 听清楚 从11月份以来 错过多镜头光学 错过被动员券 错过记忆体的 明年我们锁定 最看好 两大爆发商机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CIS 影像感测器 已经缺货了 已经市场传出严重缺货 智慧营手机 普遍的采用 三镜头甚至四镜头 已经是未来的主流 搭配荧幕下光学指纹辨识 同样需要影像感测 所以这个趋势 会延续到明年一整年 懂不懂 那中低阶的画素CIS 会引爆缺货吗 所以目前多镜头 除了千万画素 还需要所谓两颗 两百万或五百万的 镜头辅助 所以法人看好 主攻两百到五百万 中低画素的影像感测器 将搭上这一波的缺货槽 股价会爆发 全力全面充斥 再来今年送给大家四星 对不对 从80涨到两百五 5G AI晶片 那四星大涨之后 未来明年CPU处理器 同样具备爆发商机 X86的中央处理器 导入人工智慧 还有AVX512 针对人工智慧等等 所以目前全市场 只有Intel 有该指令的架构 那这个CPU的大厂 明年对不对 中国CPU主流 一旦去美化之后 很有机会成为 再度成为中国大陆CPU的 主流市场 那你告诉我 好不好 所以错过四星文贸易军光的 那2020两党全新的标股 两党全新的标股 低基期进入成长爆发期 你一定要跟着我们 把握布局 好不好 年底前把握一定要拥有 那这两两股票 想知道的赶快拨电话进来 想知道的赶快拨电话进来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滑线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续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续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